接下来我们看第11章 地球的自转和公转 还记得我们第9章是在讲 主要在讲太阳 第10章主要是在讲月球 这一章我们就要讲一下地球的自转和公转 所以先了解一下地球的自转 还有昼夜 我们有早上跟晚上的一些主因 当然就是这个自转 这样再了解一下地球的公转过后 你就会发现到地球的公转会形成四季 所以自转形成昼夜 公转形成四季 然后地球的运动方式 还有它的轨道是如何 还有一些地理的效应 所谓地理效应应该就是春夏秋冬四季 功力就要讲到我们的这个历法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什么一月二月三月 这些 这个是跟地球的公转有关系 有一些又跟月球的公转有关系 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历法 11.3 所以这一张也是蛮小的一个章节 三个小节而已 第一个小节它主要讲的是地球的自转 有地球的自转方向周期还有周雨夜 周夜交替 然后第二个小节就要讲到公转 所以地球公转 然后它的公转的方向 周期的轨道 还有这个周长夜短的 周夜的一个长短的一些变化 就是所谓的四季 3.3的部分就要讲到说它的历法 我们的功力跟这个地球的公转 之间的一些关系 所以三个小节就讲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小节 地球的自转 以前我们古人就认为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因为主要我们看到说 这个太阳绕着我们东升西落 对吧不断的看到这个所谓的东升西落一个现象 好像是地球绕着 太阳绕着地球转 所以其实你们也不要怪这个以前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主要就是一个参照物的问题 对不对 以前没有说我们站在地球 我们把地球作为参照物 所以我们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它没有办法跳脱出这个框架 所以也不要怪他们 所以当然过后呢 有这个戈白宁提出了这个日星说之后 整个的科学就进了一大步 OK 真正原因 当然不是因为太阳绕着地球转 而是我们的地球自己在转 所以这些 主要这些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了 因为速度上来讲 为什么可以这么快 因为这个地球的直转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地球自转 你有看到这个地球仪 你可以拿一个地球仪来看 那你会看到的是 它好像是有在这个地心 有一个穿过地心南北极的一个 假想的一个直线 这个地球自转 就是绕着这个地走的 这个地走是假想出来的 然后呢 你会看到是地球不断的绕着这个地球 地走 转动 而这一个转动的一个动作呢 我们就叫做地球的直转 OK 也就是因为这个地球的直转 我们会看到太阳的位置呢 在一整天呢 有了一个变化 所以地球的直转呢 是西向东的 跟这个月球直转的月球的工程一样 对吧 都是西向东的 所以呢 我们才会看到太阳的东升西落 OK 所以注意哈 你不要以为东升西落 我们就是东向西转 不是 我们地球的直转 高转 是西向东 所以才会看到东升西落 OK 大致上是这样 所以地球直转一周的时间 大概是一个 24小时 OK 24小时 骤雨夜 我们会发现到 它的 因为太阳 照这个地球的时候 一半是白天 另外一半呢 就是晚上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有什么 体育赛事 我们一般上会看什么 看足球 OK 比较多是看足球 如果足球 办在哪里啊 在美国那边办的话 你会发现到 他们好像是 中午两点 我们这边要半夜爬起来 看他们踢足球 而且还要告诉我 那个是live 这是现场直播 你讲明明我这里是没有太阳 为什么他那里会有太阳 有些小孩子会问这样的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了之后呢 因为美国在另外一段 OK 那再来的就是 地球 其实这个题目 每次会问到说 为什么会有昼夜之分 第一点 我们的地球呢 是因为我们地球不发光 因为如果我们地球本身发光的话 我们24小时都会看到亮亮 地面在发亮 对吧 所以第一个原因 地球不发光 再来呢 它不是一个透明的球体 如果它是一个冰块 透明的 那我即使我的太阳在背面都好 它会通过这个地面照上来 然后我们的太阳在下面了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还是亮了 一个情形 所以 再来 因为这两个原因 他们 因为地球不发光 然后呢 它也不透明 所以太阳呢 只能照到地球的一半 所以那一半呢 就叫做白昼 背面呢 没有照到 所以它就叫黑焰 所以再配合地球的自转 所以才会有这个昼夜交替 所以呢 这个昼夜交替的原因呢 除了是地球的自转 以外还要这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也必须要 所以所谓的昼夜交替 昼夜为什么会交替呢 主要是自转 那附加的条件呢 就是这个地球不透明 也不发光 OK 所以我看一下 我主要要找的是这一些重点 我也不太想要讲太多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地球是倾斜的 对吧 这个我们每次地球也就夹在这边 这个位置 所以是有一个 23.5度的一个倾斜 所以等下我们会 个本帐我会把那个周点 划起来 23.5 23.5 大概是这样 OK 再来 这个是一个实验 给你看到说 我们在暗示里面 然后呢 灯泡在这里的话 它真的只能超一半而已 所以这个实验呢 你可以有兴趣做的话 你就可以去弄一下 OK 宇宙中的天体 是不是都有昼夜现象 如果是恒星就没有了 对不对 因为它本身发光嘛 所以它就没有所谓的昼夜了 那再来的就是呢 它也必须要有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不透明 像有什么星体是透明的了 像这样这样 彗星 彗星本身是由冰块 跟灰尘组成的 所以它很大部分 绝大部分是冰块 所以它透明 所以 应该也就没有这个所谓的昼夜 再来 如果它没有自转 如果这个星体没有自转 它应该也是没有昼夜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条件呢 都不需要 OK 所以一天 昼夜交替 24小时 这个也是它的那个 自转的周期 应该已经讲过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行星的昼夜交替的 周期的长短 差异其实很大的 像金星绕一圈 是243天 这个地球就是24小时 那地球的这个 自转的周期比较短了 对生物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想象下 因为其实 昨晚很冷 我不知道你们那里的情况 我这边的情形 晚上是 昨天晚上去到25度 然后呢 经过了一整个夜晚 每一次就是经过夜晚的时候呢 那个整个温度呢 都会下降了 一两度左右 OK 所以 你可以看到的是 如果我们的 如果我们的这个太阳照射的时间 没有被太阳照射时间拉长了 会怎样呢 温度就会下降更多 更多 对吧 所以像去年年尾 去年年尾有那一次大睡灾的时候 我们因为整白天的时候呢 都大部分的时间是阴天 我这边温度好像是下降到22度 这些我都会非常关心 OK 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被太阳照射 你的温度就会下降 然后呢 这个夜晚 没有 白天照射的时间跟晚上没有被照射的时间 你不能够拉得太久 像如果你讲说我白天照射的时间 像这个243天 也就是说我100多天都被照射 我们早上 我们 我们这个 马来西亚在赤道的这个地区 如果你想象它连续100多天 都被太阳照射 我觉得那个温度应该会上升到 上100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整个你 你整个周期变短的话 你有时间上热 你又不会说温度上升到太高 然后呢 他又有就可以有机会上热 所以整个的昼夜的那个温差呢 就不会说长差太远 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地球 我觉得地球这个自转的那个周期短 然后也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地球会适合生物生长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个自转的周期 我觉得不只是那个距离太阳的一个距 不只是那个行星距离太阳的一个距离 影响 而这个自转的周期 我觉得也是影响蛮大 对吧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11点D的部分 recuper znaczy 好吧 aksi 有人 没关系 那就